澳大利亚海军的摩尔本号航空母舰曾名称 经过改后的它勇猛无敌 可以容纳20多战机 在海洋上的战斗力不俗 但是一年后 这两短短巨舰就开始不定发生碰撞事故 先后撞船7次后被废弃 中国又一个拆船公司买下后发现了惊喜 其内部结构也令中国的海军专家大开眼界 它现实在阿莱德港与另一辆战舰兰卡号相撞 后来摩尔本号又撞到了自己军队的另一艘护卫舰航号 这次的事故很严重 摩尔本号直接将航海号击沉了 连累航海号上的海军战士全部牺牲 但是最后的一调查结果 显示航海号的船长操作失误 导致了这场事故的发生 但是令澳大利亚海军没想到的是 在和美军的联合演习中 摩尔本号又美军战舰相撞 并跟其批成了两半 最终导致美军战舰深海 现实70多名美国海军上升 然而调查结果依然将责任归咎于 美军战舰舰舰的指挥事故 让人飞携 其后 摩尔本号又先后发生了四次撞击事故 澳大利亚海军终于忍无可忍 就这样 这个曾让摩尔本海军时期 大增的万吨巨舰 在经历七次撞船事故后被废弃了 但是被废弃的摩尔本号 却给中国海军专家来了惊喜 那时德国在航母建造上的技术很落后 深入研究制作如此尽量的 一艘航母的内部 对中国专家说是个难得的机会